前几百点有101口的成交量 在卖全集中在8900点 有234口的成交量 以上就是今天最新的 欧台籍欧台选交易行情 提供给交易人作为参考 上号请您持续锁定 由瑞涵主持的前线百分百 我是范玉珍 我们再回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 前线百分百 还真破了耶 国际邮价 昨天我们还在担心 60块钱关卡美元的邮价 会不会破了见到五字头 果然今天的邮价收盘 就是五字头 邮价为什么频频重挫崩跌 会不会昨天晚上突如起来的 决事界最大邮出口大国 沙烏地阿拉伯说了一句话 到底话的内容是什么 而话又在暗示 邮价会继续崩跌下去吗 该会听看看 而邮价的大跌 对全世界的经济 真的会带来贡献吗 我们央行彭总裁说的 我今天就把彭总在心中另一个 正面全球经济的循环图 画给您知道 这是负面影响 似乎也存在哦 说到了影响 当然每个人想法 就会影响到自身的操作 今天呢 法人有一份报告哦 因为今年年底了 所以我们展望未来 明年啊 随着您的个性不一样 总共呢 可以分四种个性的人 个性不相同 对明年的洋年 投资策略应对 也是大大不一样哦 四位专家每一个人 分一种个性 教您明年的投资操作应对 又要选怎么样方向的股票 十一点钟 重要精彩内容放在这儿 专家请进来 为您邀请大师波浪大师 炫哥您好 晚安 炫哥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题材王孟汉 孟汉您好 瑞涵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去上演讲建成 建成您好 晚安 大家好 大家晚安 美丽专业的启芬姐 启芬姐您好 瑞涵好 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要担心吗 台北股市 收红 我为什么留这个伏笔呢 你看大盘 涨14点 收9027点 红就红嘛 我为什么说要担心 请看咯 今天指数算是收红的 只是啊 今天收盘的位置 竟然比开盘的位置 还要来得低 所以啦 指数红 偏偏 因为这样子 所以K棒 它是黑的 今天是收个黑K棒 而且呢 连续两天都留了 涨上去把它卖下来的 长长的上影线 所以呢 下个礼拜 股市会有压力吗 因为三大法人 都是在卖的哦 收到了下周 因为这个礼拜 真的走得很难看啦 您看 周K棒是收黑的 本周总共大跌 179点 周K呢 收黑179 重点不再跌179点 重点在这根的棒子 当灵溪看会发现 本周的周K 黑K棒 竟然是这样 我话仔细哦 实体黑K 把实体上周的红K 整个包裹住了 这叫什么 这叫 黑吃红 这叫做 阴包羊 所以下个礼拜的台北股市 到底是怎么样 我真的会担心了 而三大法人 我刚说都在卖 请看外资 外资今天继续卖股票 卖了47亿元 往前推散 外资卖超的天数是6天 卖超的总金额 超过了280亿元以上 下个礼拜 可能外资的避险需求 还是蛮大的哦 注意资本 雅谷今天呢 其实市场还是有点乱 我为什么要注意资本呢 平盘现在这儿 唯独他走得很强诶 开高震荡拉高 涨幅0.66% 他们高兴什么 他们高兴的是来自于 后天 礼拜天14号的期待 因为呢 安倍解算完国会之后 就在礼拜天14号 这个礼拜天 就要进行国会的大改选 现在传出来说 这一次 日本的国会大改选 将会是属于 安倍的自民党 大获全胜 预期薪力嘛 所以这本股市就涨起来了 只可惜 往右下方看 会发现到 大陆股市 为什么走势有点分歧 没有办法像前两天的激情呢 上阵 你看 有点乱 0.42涨 但是呢 深圳反倒收黑了 0.16 陆股 分乱的格局 是因为他们公布了 11月份的工业生产指数 结果呢 只有成长7.2% 这个增速哦 是比预期的放慢很多 又再次对大陆的经济 存疑了 其实呢 对经济的存疑 跟对经济的未来 有担心 还有个关键 不要说大陆啦 全世界都一样 因为它 我们昨天才在大胆 假设说 会不会油价见到五字头呢 还在想 不用想了 隔一天 马上就见五字头给您看 硬生生的把每桶 60块美元的油价大关卡 跌破掉了 昨天收在59.9美元一桶 不说不知道 半年大跌4成2 凭创下超过5年来的最低价格 油价的大跌 我刚开场有说 孟汉 全世界最大的油出口大国 是沙烏地阿拉伯 他们的一个关键人物 说了一段话 是因为这段话 影响了油价继续崩跌吗 请问 对 就是他们原有的部长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话 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一个国家 那可见他们部长的话 这个地位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高 他名字叫阿里 对 很好记 阿里巴巴 那当然来讲的话呢 这个阿里这位先生 他特别有谈到 就是说呢 他认为 市场上面任何的商品走势呢 都是呢 会不停的上上下下 那最主要就是呢 他本身就是供给没有减少嘛 对啊 那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就讲说 这个你为了控制原油的价格的部分的话呢 你都会有这个减产的一个动作 但是因为市场上面 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多出了页岩油 页岩油 这个区块来讲的话 并不是他们呢 能够掌控的 所以等于是说来讲的话呢 市场上面也有人谈到说 这一次主要呢 油价的下跌呢 是来自供给的增加 没错 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说 连油国组之欧佩克都这么说了 对 因为产量的增加 因为其实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都听过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嘛 有价格的下跌 工虚 对有两个很大原因 一个就是供给的增加 另外一个是需求的减少 对 那如果是呢 因为供给的增加 而导致价格的跌的话呢 这比较没有关系到经济的衰退 但是市场上面会有疑虑的问题呢 是担心说 那这一次油价的下跌呢 是不是因为需求的减少 所以说这个需求的减少部分的话呢 就是担心全球的经济的 成长趋势的一个下滑 对 但是比较来讲的话呢 我认为这一次的问题点呢 还是在呢 产量的部分的话呢 增加的相对比较多 因为页岩油开出来了 而且呢 也卖到全世界了 各位观众朋友可能比较有些 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其实页岩油的这几年的产量 它持续性的开出来之后呢 已经让美国的整个原油 从过去的进口到现在 已经有能力能够出口了 那这个整个阴谋论就是说 因为呢 美国的页岩油的厂商 他们是刚刚进入这个油市的市场 他还没有呢 赚到真正的大钱 但是呢 从这一次金融海啸完毕之后呢 油国组织是赚到市场上面 最大最大的利益 所以他绝对有足够的银蛋 来跟他呢 来做一个fighting 做一个对抗 所以说在整个美国的 这个页岩油的组织呢 厂商呢 他还没有站稳脚步的时候呢 那现在呢 让整个油价 做大幅度的一个下滑 不过刚刚莫安提到 那个阴谋论 好像油国有达到 他的一些的目的哦 你看美国能源情报署 明年就把那个明年 美国的产量 每天的产量 下调10万桶 所以他们已经知道说 完蛋了 因为页岩油 如果你开采成本高的话 你卖越多是赔越多 对对 所以说今天来讲的话 我有特别做一张字卡 这张字卡的部分的话呢 就很明显的告诉各位 这个观众朋友 这个利害关系 其实这一次 本来来讲的话 据我听到 就是美国跟沙奥地阿拉伯 他们本来讲好的一个策略 因为呢 最近这个俄国很嚣张 不听话 所以呢 他知道说俄国呢 在整个开采原有的成本 是最高的 他们火大俄罗斯 就来自于乌克兰的问题 对 所以说他有点就是说 觉得说要在经济上面 要制裁他们一下 所以他知道说俄国在开采原有的成本呢 是80块到90块 因为他的整个地形 跟他的整个结构上面来讲 没有办法像沙奥地阿拉伯 那么平整的一个沙漠地区 那么好开采 俄罗斯开采的成本稍微高了一点 对 所以说呢 他们就是美国 美国知道他叫夜盐油嘛 对 然后沙奥地阿拉伯的产油成本更低嘛 对对 所以他们本来的计划呢 是想说把它压到80块以下就好 听说沙奥地阿拉伯的开采成本 大概40 50 60 都有人在讲 对对 然后夜盐油的开采成本 大概介于60到70块 美国的部分 所以呢 就是一个是蚕 一个是螳螂 螳螂呢 想要教训蚕 但是不知道呢 黄雀在后面 黄雀就是整个油锅组织 油锅组织的部分的话 我们看这个黄雀嘛 它就是黄雀嘛 对对对 黄雀的部分 它的开采成本呢 以前老油田是20块美元而已 这么便宜哦 因为整个都提列完毕了嘛 他过去十几年开采的 那个成本都已经 机器成本都提列完了嘛 那新的油田的话 可能在40块钱左右 所以它是最有实力 能够让油的价格往下降的 我终于了解 难怪那个阿里说 我没在怕 跌破60块 现在五字头又怎样 你看它开采成本才40块 对不对 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说呢 俄国的股市大跌 OK 结果呢 这个最受惠的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呢 中国大陆呢 它是原油最大的一个需求 跟进口的国家 结果造成了说 最近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整个股市呢 一个牛气的一个冲田 受惠最大的中国 那成本降低 所以包含到说 我们彭总裁呢 也特别谈到了说呢 整个油的下跌呢 其实对经济 因为彭总裁 他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他是认为 这一次的油价跌 不是因为需求的衰退 而是呢 供给的过剩 从刚才这个 我们所谈到的 美国的供给过剩的情况之下 而导致油价下跌 所以因为如此的话呢 而让整个经济 整个GDP的部分的话呢 能够呈现全球 两%的一个成长 台湾的部分的话 也能够带动呢 大概0.2 这个多的这个GDP的一个增加 也许你们乍看 那个彭总裁的报纸一摊开 文字就是长这样 只是呢 也许不太懂 为什么彭总裁认为 油价的大跌 对全世界的经济 将会带来正面的贡献 它是加分的呢 我们赶快看一下 把那逻辑观念 彭总裁心中的想法 这张图说给您知道 首先呢油价大跌 油价大跌分两个层面 一个呢是对民众 你我这一端 民众呢买东西 我昨天有说了 因为厂商呢 它的成本下降 所以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呢 理当就应该要降价 所以它物价会被迫要调降 降价之后 你我啊 所以呢消费就会增加 买的东西也会变多 这是民众你我 一般普罗大众 在厂商而言呢 彭总裁最在乎的 就这一个 对厂商来说呢 因为很多东西 都会需要油 最上油的成本 所以呢 成本有一大降之后 油大跌 成本就会大大的降低 许多 很多的成本购买 就会大降 所以成本一下降之后 企业的获利就会拉高 再加上民众买更多 它的商品 所以也带来企业的获利 大大增加 全世界各国截然 所以各国的经济成长率 就会往上做拉抬 建成 如果以这种经济带来 油价大跌 然后经济带来兴奋剂 你认同彭总裁的 这一个循环吗 应该说部分产业 应该是照这样走 没错 但是呢 有些产业并不是因为 油价跌而受惠啊 搞不好 相反的一个角度 如果说油价跌了 我这个 虽然我的厂商成本 这个降低了 但是呢 油国呢 我消费力量变弱的 它有些需求也降了 它是一个循环的 建成讲到最重要的关键 你昨天有没有看百分百 我们昨天有大胆假设了一个 如果油价大跌 反而让全世界经济 留下一个恶性循环 这张的循环图 就是刚刚建成所提到的 回到刚刚彭总裁的 信中那个想法 建成所讲的就是 物价降了 如果不是像你所说的 全世界的经济有起来的话 你我口袋变很浅嘛 薪水也没有增加嘛 消费力道就会减弱啊 所以这个消费增加是不存在的 回到刚刚的恶性循环 所以这张的恶性循环 是不是依旧存在呢 我们不是要故意跟 彭总裁的说法相反 只是呢 彭总裁的那个正面循环 油它存在 中国大陆就是 刚刚孟汉有说 那负面循环有没有存在 油 我开始把警讯 就像刚建成说的 他的担心出来了 警讯一 俄罗斯 俄罗斯是油 第二大的出口国 请看哦 俄罗斯的股市 今年以来崩跌四成二 股市哦 来到了五年来的低 俄罗斯货币 卢布 贬值 创新低 他的经济出问题了 警讯二 刚说中国大陆还不错嘛 那请问为什么 大陆企业工资 指导线 平均指导线 往下掉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就是大陆的企业 对于员工 在今年2014年 是减薪水的 是调降薪水的 比去年14% 今年只有12% 经济好 为什么企业要 降员工的薪水 没有给他们加薪 还调降他们的薪水呢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呢 日本 您看 一样无一幸免 日本企业 Sony哦 减薪水 跟中国大陆他们企业一样 然后这一家 武林金工小子 它是百年的企业哦 竟然也宣告破产 所以我已经把三大警讯 油价大跌下的警讯 跟您报告了 如果说 今天油价大跌 会对全世界的经济 带来加分跟贡献的话 正面的话 那么请问 建成 刚刚那三个讯告 又做何解释啊 我想有些产业 有些国家 确实会有帮助 我想彭总的 应该是站在台湾角度 因为我们是能源进口国 对啦 对我们的成本 各方面会降低 没有错 而且我们出口 GDP也是主要是出口 对 当然 当然对我们的贡献是有很大的帮助 没有错 但是呢 站在全球的一个角度来看 有些国家可能会受影响 其实呢 刚刚孟漢在讲油价的时候 我要先提一下 你才会发现 为什么后面这些国家 有一些问题 其实油价 从100多块美金跌到现在破60块美金呢 原本打到70块美金左右 应该说可能是阴谋论也好 可能是供给增加也好 你可以这样说过去 那破了60块美金 这一段十几块美金是什么来的 其实需求不振 对 这个还是另外一个重点 才会造成最近的加速跌 这不是我讲的 连OPEC才昨天 它把明年的每天全球原油需求 降到2893万桶 大概2009年是进入海上 过后的第二年嘛 对对对 景气面不好 那时候OPEC的预测的需求是多少 2890万桶 不会吧 现在经济有那么差吗 对 所以跟它差不多 需求量 所以它对明年的一个需求量 是往下掉的 对对对 当然这个OPEC会这样预期 多少少或许也有阴谋论存在 我不管 但是确实需求是往下掉的 所以这个才会造成说 有些国家经济面是不好的 你现在油价有点 尤其产油国 通缩问题会不会更严重 所以刚才那负面的循环图 有些地方就出现 对对 那我们以俄罗斯来看的话 它毕竟它就是产油国 那我俄罗斯股市里面 还有俄罗斯很多企业 六七成都跟油有关系 所以俄罗斯股市大跌 跌了 创了五年低跌 我跟你讲 我们非凡新闻部 有一则新闻采访的就是 外电新闻 俄罗斯的居民 知道那俄罗斯的年轻人 还算是有赚钱能力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好可怕 我关一个那个面包 长条型的面包 这个月买跟下个月买 我的面包足足都贵 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以上 很恐怖 所以建议还没讲完 全球经济的那个走下坡 到底压力有多沉重 只是炫哥 你能不能做点补充 我的意思是 一刀两面刃 油价崩跌下 有人说对全球经济有贡献 有人说却带来大伤害 对 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对 一体两面 你必须承认 所以有人说 好 有人说不好 这个你要了解 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丑 那彭总裁 他当然站在 我们台湾经济的立场 他去讲地球干嘛 地球是 我们只是一个台湾 我们怎么会是地球 所以彭总裁的讲法是 在这个前提之下 台湾的机会来了 因为台湾是以代工为准的 我们的钱要花很多 在那个购买石油 对 谁不产油 谁购买石油 谁就获利 没错 谁卖油 谁就倒霉嘛 对不对 所以台湾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原物料下跌的过程 很多代工的工业国家 它的景气就开始正循环 我好喜欢这个答案 我们把那个彭总裁 提到了对经济的正面贡献 第二章的表格 我把它念过 他说如果 如果明年 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通膨率CPI不到2% 企业如果加薪水 多一点点的话 你我 我们这些的员工 实质薪资将会是正成长 所以他在暗示些什么 赶快进广告 这一点 老板 他要跟老板说些什么话 我问其分解了 回到香港之后 我们赶快再来追 既然油价大跌 很多厂商 成本就会下降 所以理当 你卖出去的产品 就应该要跌价 我们要回来之后 对台湾国内 很多的商品来个总检查 谁有降价 阿里亚多谢谢你 谁没降价 招出来 我会让你招出来 我会让你招出来